這個男的 據說警方是到他的飯店 那有兩種說法啦 一個是說到他房間抓人 一個是說警察到了 剛好在大廳碰到他 這都賊心該敗 硬該戲好 那我看那個畫面 看起來應該是在大廳 對對對 所以應該是警察 他剛好要出門 他剛好要出來 勝利衰 你要再找走一步 搞不好你就跑了 搞不好就真的跑掉了 真的啊 回來看到警察門口就跑了 新聞上那麼大他一定知道嘛 那他看到警察就說 像是因為高嘉瑜的事情 我知道啊 我知道高嘉瑜啊 高嘉瑜啊 所以他知道警察會上門找他 他也老生在在 然後當場還會警察說 你憑什麼抓我 甚至嗆警察說 你有沒有鞠票 警察說有啦 鞠票在這裡啦 看我最小的 他才願意配合 那現在呢 就是依照這個涉嫌 傷害 妨害 秘密 還有私刑 拘禁 強制罪等等 要把他這個 現在要生壓嘛對不對 希望把他壓起來 那剛剛這個影片呢 你看到的是 除了他在飯店 包含他移送 包含他轉 可能去覆訓之類的 然後警察去問完 要到這個地檢署去覆訓 中間的這個上車的過程 我們記者都有去跟 好 那面對幾個關鍵問題 來聽聽這個渣男的說法 首先第一個 有沒有動手 後來聽說他承認了 但第一時間你剛聽到畫面 他說我沒有 我沒有打高嘉瑜 我沒有 是他拿包包丟我的 是他拿包包丟我 他是這樣說 那高嘉瑜怎麼說 聽到這個男的這樣回覆 今天這場做非常棒 感謝大家 謝謝 高嘉瑜說 我根本無力還手 我一點反擊的能力都沒有 他一百一百八一百五幾 不要講一百八 我都 我如果這樣 高嘉瑜可能都不敢還 都不敢還手 因為他可以做這麼高而已 是不是 然後他說 他把我的包包丟在地上 我根本沒出手 他利績很大 更何況我怕我還擊 他會對我更粗暴 我只有挨打的份 我跟一個怪獸對打幹嘛呢 我不會有好處的 你相信高嘉瑜會 來老娘不怕 來休怕 不可能 所以再加上前面看的照片 這難得說他沒有打高嘉瑜 所以他一定會這樣 所以他有防禦傷 對 有防禦傷 沒錯 他第七幹那個被拖 高嘉瑜說他被拖 所以有沒有 剛剛我們看到這邊 有些傷有沒有 對 亮哥講的沒錯 講的沒錯 再來 有沒有拍不雅照 這本事 他說我沒有偷拍 就算有不雅照影像或是照片 是高嘉瑜自己 還說一支傳給我的 剛剛裡面你也聽到了 他說我沒有偷拍 是高嘉瑜傳給我的 他這樣說 那高嘉瑜的說法是說 他的手機 確實有我自拍給他的照片 但是其他的照片或影片 我猜就是這個男的自己拍的 可能已經刪除了 但是他常常在備份 聽說他被抓到的時候就兩支手機 兩支手機的照片都一樣 也就是說他有習慣這支我常用 但我把這裡面偷拍的 或是收到的照片 我複製備份到另外一支去 所以高嘉瑜說他常常在備份 所以警察要查雲端 或是要復原手機 另外不只動手 聽說還是劈腿慣犯 被逮到的時候房間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31歲的女子 但問一問好像跟案情無關 就讓他走了 那這個無姓男 這個林楠說 只是朋友啦 來關心我的 來關心你這麼好 來幫你付房錢 加賀 我找一個時間去住飯店 看我的朋友來關心我 幫我付房錢 奇怪 然後高嘉瑜針對這個 林楠的男女關係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其實他同時 不是只有跟我交往 就剛剛亮哥講的 叫做multiplayer 就是MP 就是多批 我在手機裡面 有看到其他女性私密照片或影片 直到媒體披露 我才大概了解 有類似 有同時跟很多女性交往的情況 我親愛的教育委員 他又揍你 他又逼你下跪 手機裡面有其他女人的私密照 你為什麼還要跟他在一起 到底為什麼 聖母情節嗎 好 那昨天我們講過這兩件事情 也跟你說了 這個第一個是他跟媽媽要錢 然後拿掃把抽母親雙腿 用剪刀抽母親身體 攪算房門遲到恐嚇 還說不會管同歸於盡 結果最後被判處 這個不能騷擾母親 還要距離母親一百公尺遠 這或許是他必須住飯店的原因 他根本回不了家 媽媽住家裡嘛 再來恐嚇前女友 看看他講的話有多可怕 連前女友的孩子都扯進來 好那爬邊判處呢 四天拘役 緩刑兩年 還要接受六小時的法治教育課程 你從他的過去 跟他的現在 沒打 沒拍 沒劈腿 就扎扎實實的 百分之一百的渣男垃圾 今天看這個友台節目 直接叫他畜生 我是不會這樣說 不是我說的 但他真的就是個垃圾 真的就是個垃圾 真的今天電視場做得超棒的 感謝我們的同仁 感謝這個動畫室 CG室的朋友 感謝感謝 來 柏基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說 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是他們11月24號 他媽媽的這個 林先生他媽媽的這個 告別式的這個副文 那大家可以聚焦在這一塊 這一塊 家屬代表秉書 這個 他有沒有看過這種副文 沒看過 家屬只有一人代表 沒有其他家屬 我剛剛嚇一跳 秉書我也是李秉穎 我們亮哥都叫他秉哥 那我應該叫秉書 叔叔的書 他還把自己的位置拉高 對啊 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啊 然後呢 他是獨生子是不是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你去看他那個 你去看他那個公寄單 後面一大堆什麼 什麼一桶 一桶一桶 那為什麼這個做他自己呢 好來 這個這是第一個疑點 第二個 他有留一隻行動電話 說是他的秘書 秉書的秘書 秉書給我秘書 還有秘書 這邊還有一個秘書 這個 我跟你講 收到的人 提供給我 他就說 第一個他看到就覺得說 這怎麼會是影印的 好像 整個就黑白的 好像很假 那他覺得這邊 他覺得有P圖的感覺 就是他把 刻意把他原本的那些家屬 全部移除掉 然後只放他自己一個人 對 應該是 應該是這樣 那為什麼 這個目的是什麼呢 我不懂啊 第一個 他這個只給他的朋友 就是說認識他的人 他才給這一份 這個是網路版的 有一些人會說 網路版的 有一些人會說 你要給我副文 我才可以幫你 要晚蓮 要花 有沒有 好 這時候 他因為他不想要讓人家知道 他的身家 因為他不是對外都講自己是什麼 旺族 什麼 哪個家族什麼的 林家什麼的 對之類的 他很怕會露線啊 他怕這個 如果今天這個家族成員曝光了 會不會人家知道 原來我就是一個普通家庭 他的爸爸媽媽 都是教育界出生的 在教育界 那應該也不會太差 就是正常小康家庭 對 正常小康 而且是有家裡是有房子 沒有錯 但是沒有到外面講什麼 富二代都沒有 就是一個很正常的 教育圈的一個父母 那我再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好 請大家稍微等我一下下 這是今天 一樣在PTT上面有 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這個網友 其實這也是一個網紅啊 也是一個政壇 他現在在綠黨 擔任秘書長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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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政治人物 他說他也認識這位 這位這個叫林秉書 他叫他吹牛王啊 對他說吹牛王 自稱麻豆林家人 嘿 剛好又住板橋 所以又說什麼什麼 很多人以為他是林家 板橋林家 好 重點在後面這邊 他說 好 這是什麼什麼 姐姐是法官都在這邊 他這個都在這邊講的 好這邊他就說 他人脈很廣 很多名人 有誰 有蔡思平彭明敏宣稱 跟黃國昌很熟 還說 新潮流一直延攬他入流 但被他拒絕 然後重點後面還有句 後來私下 他私下問新潮流相關人士 對方表示 並無此事 好 這樣 這就是這個人的套路啊 好我來跟大家講 我今天還特別去問了幾個 幾個認識這個人的朋友 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套路 第一件事情 他透過FB主動出擊 比如說一些政壇的名人 主動傳訊息 你好 我是你的支持者 我很喜歡欣賞你的問政表現 傳訊息給這些政治人物 對 然後如果你回 你加他好友你回 上鉤 接下來第二步 他就開始傳 他的論述文章 不熟的 就一般男性政治人物 他是傳他的論述啊 那女性都傳照片 沒有沒有 女性 女性我等一下會 告訴你他會傳什麼 OK 他先對一般的 一般正常還不熟的 他就說 這是我今天寫的評論文章 請給我一些意見 請委員參考 請委員給我指教 對 或是說 對您的問政如果有幫助的話 可以提供您參考 用這種方式 然後人家就會 這個是一個讀書人 懂得寫一些文章 這是第一步 比較熟了 他就會開始說 比如說今天委員 個人 因為他都加個人臉書 比如說哪位委員 哪位政治人物 他個人臉書 有什麼狀況 委員最近還好嗎 我看你最近 好像心情不是很好 如果有什麼狀況 我可以幫著上忙 都可以跟我說 OK 虛寒問暖 那像你看 今天謝忻寧 前立委謝忻寧 當初他燙傷 他在臉書分享 他被燙傷 結果這位 寄藥給他 對 而且那個藥 我跟你講 我問了謝忻寧 他說那個藥 用完 他真的塗完之後 沒有留下疤痕 神藥就對了 對一個女孩子來說 最重要就是不要留下疤痕 所以你說這個 這個人厲害不厲害 貼不貼心 哇真的好會喔 這有他的套路的 然後我就虧 謝忻寧說 我說難怪你會去人家告別的事 謝忻你有去啊 因為拿了一罐這個除八藥 他說他說他對 他對這個人最有印象就是這件事情 那他們有沒有見過面呢 真的都是網路上 那太奇怪了 喂你們這些民進黨的 我說謝董事長 你也太奇怪了吧 好 他有時候還會捐給你一萬或兩萬塊 不是你沒有見過這個人 人家就 好再來 人家怎麼知道你燙傷 人家怎麼知道要送這個東西給你 好恐怖 要是我覺得超恐怖的好不好 要是我今天肚子不舒服 立刻有記要說佑症 聽說你落賽 來這要給你吃 我想說你怎麼知道我落賽 好再來 他對男性的呢 他會送一些 比如說最近 我看了 比如說假設 今天那個亮哥出了一本新書 叫什麼 我的政壇錄什麼什麼 他就買了二十本有沒有 也許是亮哥你知道嗎 就是送他或怎麼樣 他就把它轉贈給一些朋友 我推薦某某某的哪一本書 給您參考 好 用這種方式 拉近距離 可是呢 你知道對女性政治文化怎麼樣嗎 就是受傷操送藥啊 不止不止 我這邊有那個日本來的那個 色香葡萄 我這邊有那個 和牛 他會給高檔的水果跟食物 讓人家以為他真的是富二代 他會下重本的 你們這些女性政治人物是有缺這個錢 吃色香葡萄跟和牛在 好 這麼好騙喔 他真的會寄喔 他就會寄到比如說 他知道你比如說你是黨部 他就寄到黨部去 那我也想吃色香葡萄跟和牛 誰要寄給我 我們現在用兩萬六千多塊兩萬七 誰要寄色香葡萄跟和牛給我 我比較想說那個 從政的每一個人都要做得這麼累嗎 我也需要那個 花這麼多錢來廣結善言嗎 奇怪耶 我說這個是用網路的套路 所以呢有一些人 就會覺得 當他有一天他在實體通路 就比如說我在跑 碰到你了 在這個餐會 欸 對 委員我就是那個Rafael Lin 我就是送你色香葡萄這個 對 他就是你 所以就記起來了 所以只要見一次面 他就會覺得很熟 對 所以很多人都說 跟他明明只有見過一次兩次面 但是Rafael這個人 林先生他會跟人家說 我跟那個委員很熟 因為其實他們在私下這些訊息 其實往來是很多的 這是他的套路 哇塞 好 再來講到說網路這一塊 網軍這一塊 其實真的 就像你那個佑正哥 剛剛一開場說的 我今天聽到高嘉宇委員這個說 對方威脅說 會用網軍來攻擊他 對 我真的想到第一個 就是那個賴清德當初 拜託蔡總統 停止網軍攻擊我這一塊 那這一塊 因為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李柏璋的這個帳號 出來了之後 那最有趣的就是 李柏璋為什麼可以拿到 林先生拍的視角 男友視角的這個高嘉宇的照片 來波及等一下 我給大家看一下下張電視角 來我們來看一下 波及等一下 好我們請楊明燒等一下 來下一張 來 根據高嘉宇的說法 高嘉宇說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男的 我後面放了一個這個 民進黨的這個黨徽 我就要告訴你 他不單純 我不認為他是一個很單純 沒什麼 沒什麼露營的渣男 來 根據高嘉宇的說法是說 這個林姓男子長期 不管他在政治圈 或是在很多企業界 在很多學界等等 他都有很多的關係人脈 好像凸顯他跟很多人關係都非常好 各位 這不是一個無知剛出社會的小女生說的 這是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當時是在港湖地區選議員最高票 全國最高票的議員 然後現在當上立委 連他都覺得這個人在他的心中 是很厲害的 政商關係很好的 你就知道這個人 要嘛是真的厲害 要嘛很會騙 好 繼續我們來看 在民進黨的部分 現在開始瘋狂的切割他了 蘇貞昌說 豬狗不如 我不認識豬跟狗 所以我不認識這個人 那范雲說 透過其他立委介紹認識的 團隊幫忙他 向總統府申請電子晚聯 然後這個梁文傑說 啊 參會中認識的 他有捐我一萬塊 過程就是這樣 還說呢 這個參會中是別人帶他來的 范雲說是別的立委 大家給我認識的 梁文傑說是別人帶他來的 好 另外呢 邱太遠說 我只是協助林母醫療服務 跟他林南無互動 抽空到林堂上香 沒幾分鐘就離開 那呂邱遠呢 也說他是半夜莫名被加好友 林母的告別式 是唯一一次見他的公開場合 就是你不認識這個人 然後他媽媽過世你會去 對不起觀眾朋友 我相信很多朋友是很支持我的 但如果你今天突然傳一個訊息說 又證我是你的支持者 這個我家裡的長輩往生你可以來嗎 我就想說 你媽好了 你有事嗎 我可能會祝福你 節哀保重 這長輩一路好多 那我不可能去的嘛 呂邱遠去了 所以歡迎各位朋友 以後沒事 就傳訊息給呂邱遠 剛剛講說你想吃荷香葡萄 或是你想要吃和牛 或是你家裡 或是傳訊息給邱太元 剛剛講說 你家裡有人需要醫療協助 叫邱太元要幫忙 你看這些合理嗎 那謝忻您說 呂邱母告別式 上大家都在問說 你跟商家的誰熟 才發現原來大家都不熟 我看你講這種話 你這夠智障啦 通通都不熟 通通都到現場 然後藝人在那邊說 原來大家都不認識 那我們來這裡幹嘛 我也不知道 你不要假啦 全部都很熟啦 你們不要裝了啦 來啦 他在裡面 我跟你講一個人 他愛碰空我知道 剛剛楊米給你看了 他裡面的一些 這個電子版的副文等等的 我跟你講這個人愛碰空是一回事 但他敢碰空是另外一回事 為什麼他敢 因為他自認他有這個人脈啦 誰誰誰要來啦 什麼副總統 司法院大法官 蔡依林 蔡依林 應該是那個蔡依林吧 我告訴你 我今天我特別去問高家瑜 我問說 蔡依林真的有去那一場公祭嗎 然後因為高家瑜是去玩 就是說火化那個時間點 公祭他不在場 然後可是他跟我說 他說那一位林先生跟他 堅稱那一天蔡依林有到場 那請記者朋友去問蔡依林 對 這個因為高家瑜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的天啊 好 來啦再來看 這個我們陽明 這個上面的爆料 我說賴清德並沒有出席 但是你看我最近念給你聽了 送花的有這麼多 然後這個立委有這麼多 然後商界人士有這麼多 你自己去算 剛剛亮哥也講了很多 連這個立委 家裡如果辦這種商事 可能都沒有這麼多人 但他弄得到 但他弄得到啦 那你要跟我講說 是因為他很會騙 那我只能說 你們這些立委 通通都是白痴 幹到中華民國立委 被一個這樣子的男的 四十幾歲 然後四十幾歲還在念書 沒有正當職業 不能住家裡 還有暗底的人騙得團團轉 今天有人在講 民進黨真好騙 現在大家被這個林秉書騙 過去陳水扁變一個黃旗騙 有沒有 變一個小鬼 騙得團團轉 你們民進黨現在被這個人騙得團團轉 所以民進黨你們想清楚啦 看你要承認是他很壞 還是你很蠢 自己想清楚啦 跟我講說都不認識 我們都不認識 通通不認識 但是那只能說明各位 民進黨這些立法委員 蠢到什麼程度 蠢到一個什麼都 什麼背景都沒有的人 大家信到信到這樣 你信我不信啦 來這邊我要繼續告訴你 林秉書就是小網軍頭啦 這沒有什麼好講的啦 高教育說 我們之間有些不雅照片或影片 包括昨天在網路上 媒體上 不斷有人去帶風向操作 被毆打之後呢 林男會用各種方式 威脅逼迫要聽他的話 沒照他的話做 他可能會找網軍 去散佈不實的謠言 或是攻擊我 或許這是高家瑜 讓他不敢出來跟大家說的 其中原因之一 所以這個男的是高家瑜認證的網軍 包含PTT上面 昨天我也告訴你了 有關於這個小馬的文章 有人出來黑小馬 要幫林男洗白 甚至還出現了這篇文章 剛剛波基也說了 說最好是高家瑜很可憐 你看 這也是被打兩天 還一天後的照片 還坐在對面 哪裡有傷 根本都是亂講的 然後這個帳號 也被繩出來 剛剛漢庭跟波基都講了 是這個台獨機關槍 是台獨機關槍 那這個林男呢 在思想坦克 發表過八篇文章 我也跟大家說了思想坦克 也不是你想去都能去的 黃昌明要去破 你不夠綠啊 你不行啊 那林家龍搞的啊 裡面的人 我講難聽 裡面全部都是網軍啊 都是自己人 都同分成啊 你要被認證是網軍 你才可以去裡面寫文章的啦 綜合上述這些點點點點點 你相信民進黨這些人說 我們都不認識他 我們都是被騙的嗎 我甚至直接告訴各位 來 我今天有跟一個民進黨的朋友聊到 他直接告訴我啦 他說其實很多民進黨的這個政治人物 都跟他合作過啦 什麼合作我就不說了啦 大家自己去想啦 網軍能跟你合作什麼啦 在網路上操作一些風向什麼的 所以現在這些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當然要低調一點啦 有多低調 來 來 民進黨有幾個立委 六十幾席是不是 對 六十幾席立委來 今天趕出來 站在高嘉瑜旁邊 只有王美輝跟何志偉 我就說其他人都死光了是不是 你們都死光了喔 我們都不認識 我們都不熟我們都不熟 高嘉瑜出來 不管我們事 不要站台不要站台 免得出事喔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們都知道他是誰嘛 他都幫過你們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嘛 那如果今天 林秉書看新聞看到說 好啊 你這個立委以前怎麼樣跟我稱兄道弟 要我幫你幹嘛幹嘛幹嘛 現在把我罵成這樣還挺高嘉瑜 然後咬咬出來打個做會戲 不然為什麼閃那麼遠 他就是一個網軍頭啦 來楊明繼續 對其實剛剛又是你講到一個很重要就是 民進黨為什麼那麼多人會被騙 好我舉一個例子喔 這個也是真實發生 就在去年喔 去年有一個也是自稱國安高層有關係的人 他是一個白袍 會穿著白袍 對外自稱是醫師喔 他姓陳喔 這位陳先生 因為他跟之前的國策顧問叫張富美 非常熟 他其實這個人他跟張富美 在2016年就曾經被踢爆 他假冒醫師的身份 當時還被台北地檢署移送法辦 最後判刑 有判刑 但好像也是緩刑 因為出犯 可是呢 去年他還打著國安高層 因為他已經被踢爆假醫師身份了 結果呢 他居然是自稱是國安高層嘛 他說喔 我們不是醫師了 我是楊叛馳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什麼 深科團隊 在研發國產疫苗 那東西 那就跟林佳龍信了德國人可以幹嘛幹嘛 不是一樣蠢 重點是我告訴你 這個人他可以在國安會行走自如 國安會的活動他都可以參加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國安團隊啊 然後這個人這件事情喔 我告訴你是怎麼被踢爆的 有一位前國安高層 因為這個人到處在這種國安 國安 有國安系統的人的場合出沒去騙 然後呢 有一位前高層 他呢 發現說這個怪怪的 因為好像之前有聽說有一個人 會打著國安高層的名義去騙 明華在那邊行騙 招搖撞騙啊 然後因為他會自稱醫師嘛 所以呢 那個前國安高層他就 傳個訊息問那個民眾黨立委蔡壁路 問他說你以前在台大醫院有沒有聽過這個人 然後呢 他說沒有啊 這個不就是之前騙張富美那個嗎 然後呢 原來都是這個 這也太好騙了吧你們 一直重複耶 這樣子 這是去年 這個還是我寫的耶 去年才發生 今年又發生 所以我知道了 現在的狀況就是好 這個人一開始想騙 但騙著騙著騙著騙到這些民進黨真正人物 各個蠢道都上他的檔 給他資源 讓他做事給他舞台 然後把他變成網軍 對 所以兩件事都是成立的 民進黨 他在 他在民進黨立委圈 他的自我介紹就是 他是顧力雄助理 嗯 對啊 真好騙 要是我 你知道你是顧 顧 因為顧力雄的助理你可能查不到名字 那打電話 顧力雄啊 沒有他電話 沒有那麼熟 我也可以打給他 好啦 對 所以我說這個人 這個人他 某種程度他就是 他看了 我跟你講他很聰明 那個 剛剛我傳給亮哥一張圖 就是 他的那個媽媽告別式 他有一面牆 有一面牆 上面就是全部都是那個 比如說今天有誰送花 誰送花 名單全部列在上面 有有有有有 對 好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你知道上一個這樣做的人是誰嗎 叫鄭文燦 鄭文燦媽媽媽母親告別式的時候 他做了一面很大的牆說 這段時間有來撵箱的 我把名單全部列印上去 就很浮誇就對了 這一種 我跟你講這種做法 這有點像妙在把那個什麼功德 那個名冊有沒有 功德部了 對 光明燈的 對 對 所以 就是像這樣子的 的做法 這個是 這種就是在 很虛華 很 很虛榮 這是要給別人看說 我們家人脈有多強的 就是 對 就是現在佑正秀的這個 因為那個字密密麻麻 你就知道 那天送花的人有多多 看到沒有 密密麻麻的 非常多 上面就有 上面就有十幾個例 好 你看看 然後 我就講一個故事 排行在第一名的叫做 PC Home董事長 張宏志 對 好 你知道他是怎麼認識的嗎 今年三月 這個PC Home今天還發聲明 張宏志 他在台中辦讀書會 這一位 林先生 每個禮拜搭高鐵到台中 去參加這一場讀書會 這個人真的很有奈 這個男的真的非常有心機 很會 用這種方式去博取 對方對他有深刻印象 說我每天都 比如說 你讀書會會發表意見 然後說 除了自有介紹自己是 博士生之外 然後也會告訴他說 我是特地從台北 搭高鐵來參加這場讀書會的 因為我很崇拜你等等 這些大老闆可能就 哇 這個年輕人有前途啊 這麼優秀啊 怎麼樣怎麼樣 就有印象了 我知道 這種讀書會還不 哇這個人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所以你看 所以我告訴你 綠營裡面 綠營裡面有人懷疑 他是某派系的spider 就我剛剛問亮哥的 是不是 這個人是不是有 有人懷疑 其實是有目的在做這件事情 有人懷疑 他是各派系吸收的多面諜 就是他在幫A派系吸收 收集情資之後 再去賣給B派系 然後B派系收集的 再賣給C派系 但是我認為他沒有那麼高竿 他純粹在拿人脈來經營自己 而高嘉瑜 我覺得高嘉瑜委員 他最被他深深陷入 為什麼會願意跟他交往的關鍵 就是這些人脈 高嘉瑜 高嘉瑜是委員 你還怕你的人脈比不上人家 這什麼意思啊 第一個我告訴你 去年 大家還記得的話 段宜康發了一篇文章 修理高嘉瑜說什麼 你的男友怎麼樣怎麼樣有沒有 那時候還是跟馬文玉的狀況 那時候高嘉瑜還出來說 他也不一定是我男友 對 暗示他們兩個已經分手了 可是他也不一定是男友 對 就是說暗示他們已經分手 好 可是呢 如果今天這個人跟段宜康也熟 跟C系裡面蠻多人 都有認識的時候 高嘉瑜會覺得 這是會不會是我一個修補關係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管道 以後 我在一些參會 碰到這些人 我也不會尷尬 然後呢 如果有一天 有朝一日 我高嘉瑜能夠選台北市長 會不會心性願意支持我 我說你要知道 如果今天他已經 你知道想得很深 認為說這個人真的是 因為他已經 這個林先生一定跟他講 我跟新潮流很熟 他事實上真的很熟 他是很熟 你從那天告別式的狀況 你都知道 你都覺得 那根本就是一個新系代 我有一個朋友今天跟戴偉山同台 戴偉山也說亂認識他 對啊 反正就 不是認識他 當然你們都很熟 被他裝了 認識他不熟 見過一兩次面 來幾頭 所以 所以我說 這就是這個林先生的套路 讓你 真的 你真真假假 如果今天不是因為他出了這件事情 被鬧大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他是這樣的 他的判決書都查不到啊 你要用林秉書去找他的負面新聞 網路上 在沒有 我跟你講 為什麼現在後來新聞可以找出來 那個都是司法記者 透過司法人員的檢索系統 拜託司法界的人幫忙 所以他不像那個 以前那個陳柏惟那個 自己上去收都收得到是不是 不是 陳柏惟是我們直接公開 任何人都收得到 這一個他 一筆都找得到 因為他有家暴是不是 因為家暴的關係 對 有可能是家暴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親屬是法官 他有去拜託 是有可能的 所以收不到的 是有可能的 對 是有可能的 對 所以這個人 這個人他非常的 我覺得 某種程度你不得不佩服 他非常高明 而 但是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綠營裡面 居然能夠縱容 讓這樣的人 對 然後呢 他還去操控網軍 去攻擊 同伴 馬文玉也是民進黨裡面的幕僚 是 你知道裡面互鬥 這就是我要你大家看 你看 這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昨天晚上看到那個PTT 我說這個叫矛盾大對決 綠營的矛 對付綠營的盾 這是網軍之間的對決 對 你抱什麼我就在發什麼 你抱什麼我就在發什麼 你看看多恐怖 然後今天早上 高嘉瑜的這個被打的這個 剛剛我們秀的這些照片 就把這些網軍的攻擊全部打消了 因為你說什麼沒有 根本沒有照片 你都不用再跟我講那麼多了 什麼沒打沒動手 根本不可能 放屁 可是你要知道高嘉瑜 如果不是這兩天網軍連續弄 我覺得這些照片 他還不願意拿出來 當然 以後你上去Google高嘉瑜 這些照片 可能都是排在最上面的 對一個女性的政治文化來講 這些醜照 這些被攻擊受傷的照片 會跟著他一輩子 所以我覺得高嘉瑜委員 我不得不佩服他是勇敢的 對 所以看今天節目有沒有 我們現在看兩萬七千 看兩萬七千人 剛剛有人說 不要看不要聽 聽我們的節目你才會有收穫 而且等於 跟別人不一樣 等於又掀了一個張網路 我今天有一個立法院 很資深的朋友 他就建議高嘉瑜要 要以自己的切身之痛 然後轉為受害者婦女聯盟的 然後發起這樣的一個 一個後援會 他是說 因為你自己不能只陷入 這好像當年的王雪峰有沒有 因為你是立委 也是這樣嘛 因為你是立委 所以你不能夠只想是你私人的事 因為這個我跟你講 有五分之一的女性曾經有這樣的經驗 五分之一 其實很多 很高啊 其實很高 非常高啊 其實很高 所以他事實上如果作為一個 這些人的代言人 是很好的一個 就剛好你剛好碰上了這種事 還是先 我還是對民進黨裡面比較有興趣 好啦 來 我們今天換個題目 好 講講大家也很關心的公投 最後的時間我們也要關心其他的事情 看到沒有 今天看正常發揮 得到的資訊不一樣吧 我想請問各位 你今天看了一整天的新聞 你都看到高嘉瑜那幾張照片 不停在聽高嘉瑜講話 剛剛我們談的有人告訴你嗎 沒有嘛 這才是正常發揮的價值啊各位 好不好 所以我會談什麼是有原因的 不是想要蹭流量 OK 謝謝你們 有兩萬 將近兩萬七千位觀眾朋友 在線上陪著我們 非常非常感謝 那另外呢 哇五個月 謝謝邵德五味熊加入五個月 說支持中天 力挺中天 然後剛剛有一個閩詞 是不是我忘記了 對不起 黃色的 他有抖內 他說他有抖內給兵哥 然後他說他想邊邊 邊邊是我狗狗啦 對他都要想邊邊了 然後另外還有這一位是明 又是明三 是剛剛一樣的嗎 哇這很多 謝謝你 謝謝你們 感謝大家 我相信這兩萬六千多兩萬七千位觀眾朋友 今天守在線上 看正常發揮 前面這一個多小時 我們從高嘉瑜的事件去剖析民進黨的網軍 我相信覺得是值得的 好不好 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先給大家看這兩位 侯友宜市長 王美花部長 為什麼看這兩位 今天兩個人身上 都有發生新聞 都跟你非常關心的 公投有關 我們先看王美花 不得了啊 王美花今天是Cinderella 因為他今天跑步走經濟討論說 哎呀鞋子掉了 他丟在後面 他還去把鞋子撿回來 去把鞋子撿回來 去把鞋子撿回來 然後很多人就說 美花部長 衝衝衝 衝 為了公投 衝到連鞋子都掉了 所以我要告訴你的是 對你會覺得他很糗 很好笑 可是某種程度上來說 衝到鞋子都掉了 掉了都不管了 這就是民進黨現在對付公投的態度 那反觀國民黨呢 為什麼放侯友宜 因為今天有新聞說 侯友宜在12月17號 國民黨要辦這個夜宿自由廣場的公投造勢 結果侯友宜說 不好意思 我要跟新八七議會的人吃飯 沒辦法去 Sorry 我要去吃飯 你們自己去 好你們去夜宿 我去吃飯 所以我放的是一個態度 從王美花衝到鞋子都掉了 到侯友宜傳出 各位我是用傳出 說要去吃飯 要去吃飯 不要去跟公投 狗在一起 好 我來比較一下國民黨跟民進黨 現在的態度 也許有些觀眾朋友會覺得 我不要聽你講國民黨我不喜歡 但各位請面對現實 如果連你們都不願意面對現實 面對國民黨現在可能面臨的困境 跟民進黨現在崛起的奧波 那公投會越來越難過 所以請好好看 面對現實把話說出去 好不好 來先看民進黨 現在叫做蔡蘇嶺軍陸海空總動員 拼四個不同意 包含了蔡總統今天在中常會定調 選前黃金十天總動員 黨公職包含執政縣市首長 在路口在蔡市場強化論述 17號就選前之夜 規劃在北高兩場晚會全力吹票 然後行政院蘇貞昌各式各樣的廣告 包含電視的平面的雜誌的網路的 好另外在賴清德鄭文燦 兩個想拼大位的人 也是拼到不管啊 來板橋屏東樹林從南到北從西到東 只要有場我都要去 這是民進黨在做的事情 民進黨做的事情就是王美花衝衝衝衝鞋都掉了 那國民黨呢來 現在有基層也是都是中常會 民進黨定調說大家加油團結 國民黨是中常委開炮 來我們先看趙先生說的 趙先生說國民黨縣市長自私自利到了幾點 朱立倫自己把主席的位置做小 什麼主席可以這樣做嗎 然後據說今天有中常委 在中常會裡面也說公投的公防階段 執政縣市的首長角色不明 可能對公投造成影響 還有與會者也說對公投不要太樂觀 有少部分縣市對於公投的態度不是那麼明確 黨中央請站出來不要輸了這場戰役 很多人包含趙先生指的就是侯市長 我對侯市長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我連我都有點看不下去了 他就這樣王王正你什麼卡啊 對我前兩天罵侯友誼你說我不是卡 那現在趙先生罵了他是卡了吧 來 關於國民黨要在選前之夜 全面集結到自由廣場前面造勢 還要過夜 傳出 我說傳出 傳出來這邊有好多的新聞標題 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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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參序 不出席 要參序 等等 那當時消息傳出來之後呢 新北市政府立刻透過發言人出來告訴我們說 沒有沒有沒有 是議會按照審查預算的慣例 由議會主導做東邀請 目前市府沒收到通知 本人 這個市長本人 相關單位也完全不知道 這都是傳言 17號晚間的邀約內容完全不是事實 哦 不早講 那原來17號沒有去參訓 那喉嚨魚就會去了嘛對不對 因此大家都說 喉嚨魚沒有要去吃飯啦 咚咚咚咚跑去問喉嚨魚說 市長所以你會去對不對 喉嚨魚說 我沒有去吃飯 但17號我有兩個行程 結論是喉嚨魚還是沒有要去 大家聽懂我在講什麼吧 新北市政府出來說沒有 他沒有去吃飯不要亂講啦 但是他有公開行程 所以他還是不會去 重點不是吃飯 重點是你去不去 所以喉嚨魚到現在 他不要去 來民進黨 黨公職先制首長夠站在路口 夠站在市場裡面夠選講 喉嚨魚說 對不起我要去吃飯 我沒有要去吃飯 但我有行程 所以17號你們自己去過夜 掰 我跟你講我真的受夠 我真的受夠這些 藍營政治人物 包含線上講這個話 他說什麼 最重要是隨時隨地關心 去了解這個民眾的需求是什麼 尤其新北市有很多的工作 需要市長大家全力以赴好好做事 我看我真的受夠了 我真的受夠了 趙先生也受過了 核四的問題侯友宜可以裝容作啞 核四在新北市給侯友宜談信 沒關係 但其他的案子你要裝容作啞嗎 至少反萊豬跟公同保當選 總該辦說明慧了吧 你去聽看侯友宜最近的發言 新北市很多事情要做 我們全力來努力 新北市民的需求 就是我最大的什麼什麼 你是在說什麼 你在講什麼 人家在做什麼 你們在做什麼 還有新聞說 30天前朱立元突然間覺醒 趕快螞蟻熊兵 敏哥 我們都知道 國民黨至少推兩個公投 一個萊豬 然後另外一個公投綁大選 所以至少這應該是國民黨 應該要去積極推動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有看到 有一個人去告了民進黨 違反公投法 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不是國民黨黨員 那個人是侯漢廷 結果是一個新黨的跑去告 那這個 公投綁大選跟美豬 不是萊豬這個 不是你國民黨提案的嗎 那怎麼是一個新黨的跑去告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是啊 那你們都不動嗎 我真的不了解 那王美花這個 我意見跟佑正有點不一樣 他今天真的不是衝衝衝 他今天 慌慌張張躲媒體 他今天是落跑 跑到一半鞋子掉 我是說真的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 講實在話 王美花至少在公投 這四個議題上面 完全是個草包 他根本都不懂 他完全是照著民進黨給他的縮鐵念 所以每次記者要問他的時候 每問必錯 沒有一次對過 所以他已經看到記者現在會嚇到 所以記者一問他就趕快跑 然後跑到鞋子都掉 但是 即使有這個小吐槌 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是非常按部就班的 從 之前 一個月前開始喔 到現在一路排到 12月17號 晚上 每天都有 而且 每場都有 都是重量級的人一去 然後全台灣各地到處跑 那不管怎麼樣 不管你認為最近民調的這一些狀況 是不是跟他們的努力有關 至少人家展現得很努力 那他的基本盤就會回來 這是最基本的 那國民黨呢 國民黨請問一下做了什麼 除了羅志強那49天 除了最近高金數媒看起來 很動得很厲害之外 那其他人呢 我們的租土席已經 把它放到最寬耶 只有12月17號 最後一天 大集合 人家是10天耶 你們一天 來 兵哥等一下我們看看廣告 2022年即將到來 想揮別2021年的陰霾 可以借助開運皮夾等小物 來提升自己的運勢 由宇洋老師設計的開運皮夾 搭配皮修開運花紋 以及2022時尚開運色 碧玉青 奔騰黃 水運黑三色 運財水波紋 皮修古錢幣設計 以外財 內財密財 三財合一招財法 讓開運效果更加倍 以上資訊由宇洋真品贊助播出 來 剛剛兵哥說是漢廷做的事 這個本來因為覺得大軍還在進行中 抓戰犯不是首要之急 但是有些評論還是應該要講一下 就是針對國民黨縣市首長問題 真的只能說不意外 為什麼呢 這麼慘 不意外都來了 2014年 國民黨的縣市長有挺服貌嗎 有譴責太陽花嗎 沒有啊 翻出新聞 2014年在學生亂名公佔立法院之後 新北市長朱立倫說什麼 朱立倫說 反服貌的基礎有很多社會原因 然後要用和平理性方式解決 否則服貌讓台灣分裂 社會成本太大 他不支持服貌 不譴責學生 還肯定反服貌有社會基礎 那你朱立倫現在這樣子看 講難聽這叫現實報 當時大談藻礁的時候 朱立倫也出來肯定民進黨 然後每一個 朱侯自擁三投 討好民粹最後下場是什麼 就2014年縣市長選舉 國民黨大敗 朱立倫從原本的預估大勝 變為險勝游錫坤 所以侯友宜這個樣子 目前你不要覺得說 好像都跟你無關裝的中立 公投沒過 明年縣市首長 國民黨整個大敗 侯友宜本來也要從大勝 變成險勝 再看看嘛 明年的預言就是這個樣子啊 還要再淪落到什麼時候